黑衣直升机事故酿成了八死五伤的遗憾 其中参谋总长沈一鸣罹难 已故导演齐柏林儿子就发文说了 父亲因为拍摄工作和沈总长相识 听到这个悲剧令人非常难过 一位是在天空记录台湾 一位是在领空守护台湾 热爱天空的沈一鸣与齐柏林相识也相惜 黑衣直升机事故 参谋总长沈一鸣罹难 一故导演齐柏林的儿子齐廷桓就发文 将军谦和友善毫无架子 甚至有点可爱风趣 父亲花脸罹难时 是由沈一鸣与空军地冲协助 才顺利将遗体运回台北 最后的告别是以纪念音乐会 也都是沈将军代表国防部出席 最后齐廷桓感叹 好人往往留不住 英才美美遭天度 就很难过的事情是这么优秀的人才就这样 培养一个这么棒的人 不知道多久的时间 然后也要很有机缘才有办法 遇到这么棒的人 切廷桓透露 父亲遗体能搭C13栋回台北 全靠沈一鸣帮忙 空军弟兄跟在松山机场停机品迎接 情谊异于言表 那时候要坐飞机回来其实也不容易 能够安排出军机 我想跟总长当任司令 一定有很大的关系 感叹的还有 基隆市府体育保健科科长李尚泰 剖上一张与沈一鸣的合照 略泛黄照片 背后还有沈一鸣签名 李尚泰回忆 十多年前在国防部当传令兵 其中一位长官就是沈一鸣 带兵就是如他的小孩子一样很亲切 那发生这个不幸的事件 我觉得对国家真的是很大的损失 处理这个洪冲丘案 那时候工作的压力也非常的大 那他有一天看到我 非常的憔悴销售 他就特别的鼓励我 希望我能够撑下去 清明作风 下属眼中的林傅平长官 因为飞安事件不幸续职 与让国家痛失淫财 东新新闻陈品杰张一辰 在台北采访报道 关键 不幸 不幸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